大家好,我是不懂作战之说电影的唐司令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科幻片《玉子》 本期视频看点 近日,科学家在某地发现一遍种猪 他纵达六顿,头像河马,屁股像狗 据猪主人介绍,此猪惜天地之灵气,及日月之精华 经过十年,才形成如此壮实的体格 据悉,此猪价格低廉,肉质鲜美,皆上调 某公司看上这头纵达六顿的猪肉 未经女主许可,当夜将猪运走 女主人为了救出还一株大闹地下商场 最终被警方占拘留 接下来我们收看详细内容 为了解决世界人口暴增,而粮食短缺的问题 美国的米南多公司改良了纯天安变种猪 这种猪不仅肉质鲜美,而且吃的少,长得快,完全无公害 于是,概念已经推出,马上就引起了记者的争相报道 但随后,公司CEO金发妹却告诉大家 想吃上这种猪,必须等上十年 十年一晃就这样过去了 在地球的某个地方,小美赠鱼变种猪欲子愉快地玩耍 十年也让他们建立了一种争鱼动物的争执友谊 说到这里,你们肯定会问了 小美为什么会有变种猪呢 原来,米南多公司当年为了准备十年之约 特意选了26头小变种猪,交由挑选的26个农民托尔 而小美爷爷呢,正是其中被选中的一个农民 这天,米南多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小美家中 看到如此强壮的玉子,大家都颇为惊叹 而小美爷爷意识到与米南多公司的十年合同也快到期了 此番,他们是来接走玉子的 为了减少小美的痛苦,爷爷将小美支卡 直到玉子被带走后,爷爷才向小美交代了事情 但小美与玉子朝夕相处十年,怎能忍心看玉子被带走呢 于是,带上所有积蓄去米南多公司找玉子 来到首尔后,好在有动物保护协会的帮助 小美很快就救出了玉子 此时,动物保护协会向小美介绍 他们来自美国,一直致力于解救所有动物,包括猪 并且了解到,玉子是米南多公司研制的转基因猪 并不是所谓的纯天然变种猪 希望能将玉子送回米南多 根据他们对米南多公司的了解 米南多肯定会将玉子关在地下实验室 这样,玉子身上的摄像头就能清楚地记录这一切了 动物保护协会就能利用这些视频来揭露米南多公司的罪行 当然,完事后会将玉子还给小美 可小美毕竟是一个只有14岁的孩子啊 她只想带玉子回家,才不管你这些大道理呢 但翻译,急功近利地促成这个事情 将告诉了会长,小美同意了 毫无疑问,玉子再次被米南多公司所控制 并被送往了米南多美国总部 另一边呢,远在总部的CEO金发妹也知道了小美的事情 在住所的建议下,她将计就计 邀请小美来美国参加玉子的活动 并想让她成为米南多公司新的代言人 这一决定呢,记录了米南多原有的代言人胡子博士 于是,胡子博士迁路于小美的最爱玉子 强行给玉子交配,获取玉子身上的肉 这看得让人真的是心疼啊 你有火你别往动物身上发好吗 它是无辜的 动物保护协会的成员通过摄像头 恰好看到了这一幕 此时,翻译也终于到处了事情 原来,当时小美并没有同意将玉子送回米南多公司 只是她强行促成了这一事情 隔天,会长找到刚到美国的小美 表达了自己的歉意 并向小美介绍了营救计划 此时,玉子早已在胡子博士的折磨下 性情大变 甚至差点误伤到小美 按照原理计划 动物保护协会在荧幕上投射出玉子 被虐待的视频 此时,民众一片哗然 会长趁机营救出玉子 可还没走远 就被米南多公司的雇佣兵团团围住 最终,玉子还是回到了米南多公司的手中 眼见自己的计划已经败露 米南多公司决定屠杀所有变总柱 尽快回弄紫金 从商业的角度来讲,不肯厚费 毕竟,变总猪本身就是米南多公司的财产 但小美与动物保护协会并不甘心 决定混入米南多公司的屠材厂 对玉子进行最后的营救 就在玉子即将被屠材的最后一刻 小美用爷爷留给自己的嫁妆 金猪换回了玉子 最后和玉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而屠材厂里面的其他变总猪 就没有玉子这么幸运 他们注定还是逃脱不了猪的秘密 好了,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更多精彩内容 请微信搜索唐司令说定 我们下期见